说吧 这么专业 好 他借我的时间就跟我多说了 想必你比我更加清楚 借到我之后 我们去了一个酒吧 他那儿蹦迪蹦了一个小时 蹦迪 你呢 我看他蹦迪啊 我顺便喝了一瓶啤酒 他是不是想和你再去签约 别以为你跟他高中 那点破事我不知道 知道还挺多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现在是我在提问题 接着说吧 然后你们干吗去了 从弟弟出来之后 他跟我说 他想跟我安静地待一个晚上 因为他觉得他这一辈子 能够自由地放松地待着 只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专业一点 不要说脏话 录着音哪 高峰 你知道一种你罕见的能力 不 是天赋 那就是惹毛我 是吗 接着说吧 然后他说什么了 然后我们边走边聊 他跟我说他想跟我保持一种 纯洁的友谊关系 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不擅长这样处理 跟前女友之间的关系啊 然后呢 然后就聊些有的没的了 比如说感情之间那些琐碎的事情 当然了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问我 为什么要留在龙湾 你拿这眼神看着我干吗 我还能聊什么 我难道我跟他说 我们开始怀疑405案件 或许跟他爷爷有关系吗 你不认识